请收看 蜜蜜法师冯雪讲座 然后拉到鬼王的头顶上 得罪了鬼王 鬼王很生气了 所以圣子就告诉修行人 我们将来要进去厕所要兴三坛子 有的人他就是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他就这样子不要大便啊 鬼王麻烦走开啦 要不然这样子拉下去的话 不瞒你的话修行会障碍的呢 所以为什么你注意去看 你去寺庙看 所有的出家的一进去他一定 一定都是这样子 就是要叫那些吃大便的鬼走开 现在啊就是化粪池啦 化粪池到底吃到到吃不到我都不知道啦 不知道我进去也是这样子啦 我也是这样子啦 不管有没有吃啦 如果没有吃到的话我拉完的时候 还不要先冲水等两分钟又吃完了吧 再压下去没办法啦 经典经典讲说呼报不够的鬼啊 是吃厕所里面的大便 真的啊 真的我们眼睛看了那厕所里面错丛都是吃这个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鬼王就不吃这个 一个人福报不够 业力业力不 福报不够的话业力所迁 他就会吃这个不行 不要解释 你会想吃 你会想吃